多輛警車阻擋封鎖道路 美國佛羅里達州棕櫚灘 週日下午兩點驚傳槍擊案 事發就在美國前總統川普的 國際高爾夫球俱樂部 製傳當時川普人正在打小白球 沒想到突然傳出槍響 疑似嫌犯的步槍槍管被發現 特勤人員緊急開槍阻止 所幸沒有造成人員受傷 隨後在目擊者的指認下 警方緊急追捕這名犯案男子 目前男子已經遭警方逮捕 當時躲在草叢掩人耳目 距離川普僅有兩百七十到四百五十公尺遠 警方還找到一把AK47步槍和GoPro 不確定是不是要用來直播 而這是川普兩個多月來 二度遭人暗殺畏罪消息震驚不少人 他也在事後向外界報平安 美國總統拜登和副總統賀錦麗 週日都沒有公開活動 兩人也關注槍擊後續發展 強調絕不允許任何暴力行為 川普說海地移民在二海州春天市偷吃貓狗的說法 爭議持續延燒 正好白宮發言人尚皮耶的阻擊就是海地 尚皮耶大力譴責川普 總統拜登也跳出來捍衛他 只不過吃貓狗言論已經開始發酵 春天市多個公共機構學校都收到炸彈威脅 讓當地居民人心惶惶 而美國媒體一路追溯 終於找到第一個散播移民吃貓的人 當地一名35歲女子Erica Lee 起初在FB上發文說 她的鄰居扭頓 向她說她的朋友的女兒的貓失蹤 最終找到愛貓時已經高掛在海地移民區的樹枝上 換句話說這已經是第四首消息 Erica事後也太嫌 她既沒有證據 也從未想過她的PO文會成為選戰焦點 儘管如此 川普卻緊咬移民者不放 不過正當各界聚焦惡害州 CNN點出賓州才是勝選關鍵 最新民調顯示 賀錦麗在賓州僅領先川普百分之零點五 也就是說選情相當膠著 最終鹿死誰手 尚不明朗 TBB的新聞綜合報導 川普在辯論會上的移民吃貓狗言論 現在被美國直播主改編成洗腦電音曲 在Z世代超夯的TikTok上面掀起話題 我主要看川普的東西 我去同學校的同學 不只川普 賀錦麗在TikTok上面也有支持她的一票粉絲 你剪輯了嗎 我從我們一位小朋友們的幫助 我們專門想要達到一個年級Z 似乎是一位年級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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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觀眾 平常對政治相對冷感的美國Z世代 開始在TikTok上關注大選議題 川普也因為吃毛狗的言論霸占搜尋引擎 如果你在做一個議員的投票 你的名字會在Google 吃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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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沒選在即 川普賀錦麗雙方花大把時間 在關鍵搖擺中 不只現身造勢 也沒忘記各種宣傳文宣 尤其是自由選擇 關於一個自己的身體 應該不會被政府製作 賀錦麗依舊宣傳 支持婦女擁有墮胎權 川普則是瞄準 賀錦麗不會禁止 稅力壓裂採油 這件事 雙方炮火猛烈 但不論是川普主打的反移民 或是賀錦麗支持的墮胎權 教宗方濟各聽了都直搖頭 比起歷任教宗方濟各立場更開明 也更加直言不諱 不管是賀錦麗還是川普 方濟各對兩陣營各打50大板 誰也不支持 特別新聞 綜合報導 即便不是真的川普嘴巴依舊不饒人 鏡頭前的孩子扮起川普和希拉蕊 語氣微妙微笑 不過川普這股氣勢 卻在阿拉巴馬州踢到鐵板 被燒成火球的甘草堆 原本可是這樣子 阿拉巴馬州的川粉在自家院子用甘草堆堆成川普的樣子 沒想到去遭人縱火 除了報警處理川粉不甘心喊話繼續打造甘草川普 這股毅力不雅於川普對未來移民的窮追猛打 指控移民吃貓吃狗選後將進行大規模驅逐 不過要怎麼做川普一樣只字未提 讓賀錦麗裝到把柄 隔空狂嗆 他說他有一個計劃的計劃 計劃的計劃 沒有實際計劃 美選倒數52天賀錦麗賓州造勢 痛批川普只會開空投支票 玉華茲分頭進攻搖擺州 川普則指導黃龍前往賀錦麗老家加州造勢 儘管賀錦麗贏了辯論會 不過不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想贏得大選 中間選民依舊是關鍵 TVBS新聞總和報導 才剛跟川普正面交鋒後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滿懷笑容的 來到關鍵搖擺州北卡羅蘭納州造勢 一開口就向對手喊話 還欠選民一場辯論會 賀錦麗對於再次交鋒躍預示 他的競選團隊還指出在10號ABC辯論後的24小時內 就募款到4700萬美元相當於台幣15億元 成為他募款第二高的一天 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卻性質缺缺 事實上路透社的民調不只顯示 53%的受訪者認為賀錦麗在這場辯論中勝出 而且她的聲勢也跟著水漲船高 賀錦麗47%的支持率略勝川普的42% 其中導致選民認為川普輸掉辯論會的一點 就是她吃貓吃狗的言論 然而在亞利桑那州的造勢上 川普卻加倍指控 俄亥亞州春天式的海地移民還會偷額 這讓川普的金主 盟友還有共和黨更加緊張 就連近期投靠川普陣營的小甘奈迪 都在福斯新聞網上坦言賀錦麗在辯論中勝出 CNN則強調距離大選只剩下50多天 川赫雙方進入最後衝刺階段 預期將展開更激烈的選戰攻防 TVBS新聞綜合報導